当时就历时就挺较远的 哪家猴哥 上人猴哥在开发区起步的地方 要大伙看一看 那天猴哥太多的心酸累了 一会儿给大伙说的那个地方 那是我们在开发区最好的地方 猴哥激动了 又哽咽了 现在是到万宝芝马达了 这是万宝芝马达的 一共三个门 这是最东边这个门 往那边走就是佳能 开发区这两个最大的日本独自厂子 现在都荒芜了 没多少人了 这地方都没了 都盖成三院了 这个楼还有呢 这海关楼原来海关楼 万宝芝马达有限公司 这边这一片厂区 都是万宝芝马达的 这边也属于工业区了 在这往里边走还挺多 这可不可以做了红能了吧 不知道啊 红能不能左转 红能转啥呀 哎 好像能转 但是不行了 别过去了 小鹏回来了商店女 大家好 猴哥为大我介绍一下 这是猴哥花家的地方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万宝芝马达 原来啊 这块是开发区第一建筑公司 不过原来就在这个位置 就是能影开 这棵树还有的 这棵树有这个技术 这个树当时正数 只有这个树啊 就是当时纪念了 就这个地方 我们的插就在这 在这个位置 我这后边啊 是开发区第一建筑公司 防疫站 卫生防疫站 卫生防疫站 啊 好几个在单位呢 那时候啊 猴哥的道别烧烤啊 就给这个卫生系统间里洗的用鱼 有一天防疫站 两个哥哥就看着我了 跟我说 那这树真是愚昧啊 那完了防疫站 你哪能上卫生间的洗用 那这树在道别烧烤吗 在这个位置 我们论一下 就在这块 就这个地方 当时就有个树 这帮人都挺好的啊 防疫站那看看 就说说 就告识告我们得了 就别在这洗 对 完了我们第二年呢 第二年的时候 就是冷净他全取缔了 那时候开发去 刚建议十六年吧 完了我们就搬这个屋里了 这后面有一厘楼啊 那是 那房四万五啊 租了好多年门 当时相当贵了 完了我猴哥猴藏 我们俩手已经有了四万五 所以我住 我们俩裴装的 我们俩回到河里边去 但是从来租的生意特别好 这个厂子 我们俩是24小时开门 所以猴哥猴儿啊 有人累得受不了了 受病的黑的蛮不需要 我们猴藏新的后 就是把店对击不再干了 后来这个店对击有三点 当时对这个店 这个楼大伙儿看一下 这个楼当时是 商检 商检就是进出口商品检案局 还有交通银行 还有海关呢 下班是全身的丰田 大伙儿都在炒我们 他们来买我们东西啊 纯粹是看猴哥猴藏 我们俩挺可怜 零行的 我天我那个姑娘就这么厉害 完了我们俩就躺那个也是要 现在你看那场上有呢 中午是有铺下单 在那睡觉 就这个位置 我说太多猴哥就说到了 卖东西啊 半夜一往下来 把猴哥别打都写啊 为了搞不像 他们打仗 你猴哥猴藏了 猴藏店长来 不能多了 都是写的 我说猴哥这地方的精灵 真有太多 他也没有话了 说了 这些要事也说不完 你看这个位置了 猴哥中午就说 就往这空气床背单啊 像这个姑娘在那睡觉 当时也没有那么多车 真的很好的 所以这就是态度的感慨 这个商检的一个大大爷吧 那么走 半天你猴藏那可怜 到晚这商检的下班了 他就把你猴嫂 我还有猴嫂的妈妈 张欧山东西去取党 这个相当好了 猴哥遇了猴哥的好名 真的 所以猴哥有时候去批养 看对吧 猴哥现在过得可以了 万宝之马达的中港 这边一会儿猴哥去看 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在上班 他们都认识我们俩 对我们都很好的 他们说那个万宝之马达的食堂 就在前面 比如吃饭 吃不了的饭 给我们打回来 我们也吃着 这个你好早在上级 说过一次 开庭啊 一个小孩 偷了多少个猴子肠 看了很多年 那时候演打嘛 就是这种 这二楼 这现在完全变了 什么都看不到了 只有这个树 能看着当时的影像 当时这个树都很粗 很细就这么粗 你看现在平和腰都粗了 就常有变化 这个中港 一会儿猴哥去看看 有没有当年这包安装 如果有了 都会硬的猴哥 咱们俩 周六周日的时候 猴哥这两个 猴哥那俩小孩 在这睡觉 看这个地方也没有变 不在场子 因为周一到周五 因为上班 这是很理计的 伤口 商品监案局 不是老百姓 谁从来的 海关就在这里 就在这楼 交通银行 这地方是很好的 我们就我领 只有周六周日的时候 猴哥领队我的姑娘 要在这睡觉 猴哥还凉快 下来的时候 就在这块 完了马达他们 他们吃完准备饭的 会请人睡觉 路过的猴哥商店 都买了东西 买雪垢 那时候猴哥冰蛋 一天卖一两千个冰蛋 茶蛋一天卖 卖的有五六百个吧 那时候茶蛋是五百千个吧 好像是 猴哥早晨四点钟 上荆州去取那个 鸡肉肠牛肉肠 完了还有 左边一箱鸡肉肠 右边一箱苹果 四点钟走 六点钟回来 马达一上班了 向猴哥买东 我们俩就商店 24小时不关门的 你要打一打一 马达早期的 都认识猴哥和嫂 那个商店叫天歌商店 这块原来也有点树的 寡台风里的寡台 寡台风里的寡台 往里边爬起 马达 马达 原来就是那个 当时灾力挺密的的 也没全都成活啊 这棵树成活了 这也生命力相当强了 那时候大连 老寡台风 一寡台风树连根走 走吧 蒙岗都不认识了 那是蒙岗 那蒙岗那边 走上回来买雪糕的 我一下吧 这是人行路 那有台早 那个台 哎呀 这是十过斤千的 完全变了 看不到当时一点的 那时候马达八千多人 晚上三班早 24小时工作 四班三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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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那个机器不斜子 人斜子 一到半斤头上班 一点半下班吧 你呼呼一出 一两千人 把这一个 一定买东西 我们那小店最新旺的 这一排 老好了 就跟前这些 大公司啊 还有这些 办公楼里边 这些办公室员 对我们都好 这边防疫站呢 还有这法院啥这些人 真是没想照顾 我们俩 从农村 除了两个土豆子 土孩子 啥也不懂 卫生啥也是 乱叨叨的堆东西 我没说猴鹤说 上五十年洗油肌 我们法律站的站长啥 都看着了 有时候就告诉我们俩 不能在这这么做 就耐心地跟我俩讲 真好 这个人 现在想起了心里 可温暖可温暖去了 这当年来到这 当年来到这 说两个农村土孩子 啥啥都不懂 一路是敬遇着好人的 这好人给我们的教导 帮助我们 大连是猴鹤的福地 在这边真数字 这个地皮都被三院收起了 盖的楼 你看 猴鹤19年回来 看这楼就盖了 盖了现在 但那些还没投入使用 好了 行了 太冷了 走吧 非得要上这块来 出录像给大伙讲一讲 这这么冷 就不穿个苗 也不穿看劲劲 哎 不冷 猴鹤到这又不冷了 心情高兴了 行了 走了 走 走吧 走 走